那么,但是有一点是非常令人遗憾的,就是当2006年的时候,红山军起来大闹的时候,也是用这个郑南荣的言论自由的理念来为自己说话,来支持这样的活动的,以马英九为代表的一批泛兰人士, 也拿着郑南荣的理念来消费。那么,为什么我们说这样子是错误的呢?因为在真正的民主的观念当中,如果已经自由民主了,接下来就是要谈共和,也就是按照法治的体制内的方式来行事。 那,红山军的活动,有两个基本的错误,第一个就是他用道德的问题来连接到法律的问题,也就是说,当法律还没有判罪的时候,他们就用舆论来加以定罪, 并且呢,在罢免不成的情况下,就用这种抗议的,抗争的,包围的方式,来试图将一个援手打倒。 这种近乎红卫兵的方式,是暴动,而不是革命。 因为,在陈前总统执政的时候,台湾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。 当,所有的统派媒体,如TVBS,中天,还有这个联合中国,也就是联合报,中国时报,都可以谩骂总统,都可以用舆论来将他定罪,并且都没有人被抓的情况下,这完全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时代了。 就不能用体制外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。 如果要看更清楚这样的一种理念陈述,可以去查阅这个《余果的悲惨世界》,它第四部第十卷的第二章,谈革命跟暴动的不同。 我们知道,《余果》有许多理念都被认为是跟现代的观念最接近的。 它认为革命跟暴动要取决于主权是否在民,如果主权不在民,也就是时代仍然是专制的时候,例如中国国民党这个白色恐怖戒严的时候,那么所有的方式都是震荡的。 也就是说,抗争甚至拿起武器来打倒这个政权都是可以的。 但是在慢慢走向了自由,尤其是第一次的政党轮替之后,台湾完全是一个民主的社会。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完成对于过去错误的清算,也就是转型正义,并且透过公民投票的方式来达到建立正常国家的终极目标。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,如果有人在试图推翻这个民主的政权透过非法治的方式,那么就要称为是暴动。 尤其在这个暴动当中,有许多黑道或者是恐怖组织,例如说爱国同心会或者是中华统一促进党派黑道人士来协助,这更缺乏了政党性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他们还敢拿郑南荣的理念来为自己辩护,来为自己的正当性来加分,这实在是一种对于言论自由的侮辱,对于言论自由的一种消费,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可取的。 那么近来,这个国民党的势力复辟之后,不断的在言论自由以及民主法治方面倒退,在还没有法律定罪的情况下,就将陈前总统以及绿营人士用手铐靠起来,关进监狱当中。 最近在看守所里面的陈前总统又再度被延压了97天,这就是完全一种倒退。 那么他们也不顾国外的人士写信给法务部以及总统,甚至这个马桶的老师孔杰荣先生, 也在台北时报以及许多的媒体投书说扁案司法不公。 那么在陈云林来的时候,也可以强制的来用警方驱离民众,甚至关唱片行的门。 那么这种种的倒退的行径,甚至到了最近有官员发表侮辱台湾的言论,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武力解放,还要正反肃反,也还有教授跳出来捍卫所谓的言论自由。 大家不要忘记,在《时代周刊》初刊的时候,这个郑南荣除了要求言论自由之外,也是很着重这个新闻品质的。 那么所有的低劣质的言论,例如说TVBS的这个力清压的事件,以及自拍拥有枪支恐吓的这种画面,都可以上电视新闻的报道。 那么这种劣质的,甚至错误,有刻意未造的言论,都可以算作言论自由。 那么甚至他完全百分之百的是外资,甚至是中资的这个TVBS,要被关的时候,还有诗人杜十三写信恐吓当时的行政院长谢长廷说不能关,后来果然没有被关。 但是,但是这样子恐吓的行政,如果也可以算作捍卫言论自由的话,那是不是对于言论自由有一种极端的扭曲呢? 因此,我说过,这个台湾独立,第一个是由于历史的因素,再来是由于价值的选择。 基于这样子两点的理由,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说服大家认同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个理念。 但是,我们同时也没有反对以统一为目标的人,他的言论自由。 只要他不是一种威胁的,不是透过暴力来使大家恐惧的这种超越言论自由的理论,我们都可以接受的。 但是,一旦超越了这个原则,就像在德国的纳粹,以及后来德国分裂之后,东德的这个统治瓦解之后,大家在德国都可以认同所谓的转型正义。 也就是把意识形态强烈的警察以及公职人员撤换。 那,这就是维持言论自由,而不是打压言论的自由。 所以呢,当有些人,他夹着这个郑南荣的理念说言论自由,并且表示在绿营执政,尤其是陈前总统第二次当选的时候, 说蓝营的处境,如同在希特勒主政下的犹太人,如果有人这样说的话,那实在是太侮辱,太消费,言论自由这个概念。 因此,在郑南荣殉道的这个二十周年的时候,我们除了谈他,也谈谈言论自由,谈谈台湾独立。 就是要请大家,诚恳地呼吁大家,去好好的思考,什么是言论自由,并且台湾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。 让我们永远纪念郑南荣,并且继续为台湾的建国之路努力,这样子才能让郑南荣的训道更加有意义,更加深刻,并且能够真正的帮助台湾走出台湾自己的道路。 这就是今天的猫头鹰论坛,谢谢各位的收听,我们下次再会。